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有个好朋友 老哥 他用的是普通瓦器器 他在潜水作业的时候 他不能干 他就说老婆 你能不能给我开发 在这样的工地下面 能干活的器器 也就是我们讲的实力瓦器器 从我一开始有这个想法的时候 需要这种机械的时候 我向他提出来 他感觉他很有兴趣 像人在雪地上 或者烂泥地上 站的时候不行 要进个木板 然后我就想到了 要挂着女带板 和女带架要做大 这样就想到用船 增加福利 下水 下水 福利应该肯定是没问题的 我认为这个车 已经基本上可以工作了 他这个船体比较宽 我考虑到他的运输 可能不方便 第一代下去以后 我们感觉到上坡 水动啊 尽量不错 开始我就不想他那么辛苦 我一让他不要干了 我说你搞这么辛苦 干什么呢 但是他说既然做了 还是要不要做下去 总会找到办法的 第二代我们要解决 重力 解决这个曲统力 把这个云链是单曲 云链是爽曲 提高它的曲统力 然后把整个云链的 船的这个机构呢 进行改进 我们就开发展 能够省瘦 直接不用拆卸 只得就是上大地板 我们是用液压的 在水中你能打开 但在第二代里面 在深水里面 不可以工作 因为瓦具体的工作 必须要捉体 如果不着地在水上的时候 它不稳定 第一个你不能干活 第二个危险性很大 我上次跟你说 在设计的时候 一定要加个杆 打个杆 来来 你干的杆都不打 这怎么开啊 太危险了 知道吗 我紧张就没办法开 还搞得还不如 上次开的那玩意了 老哥当时对我这个产品 没有听他经验 他非常老好 我们之间从合作之后 经常现在争吵 他提出的想法 和我的想法 有这样那样的出入 我是这么想的 咱们是朋友 他对我的工作上的 对我的发火 实际上是对朋友的送礼 我不但不埋怨他 我认为我还要感谢他 我相信 非常相信我哥们 一定能把这个事情做好 他的实际 我的设计 完美地结合以后 我们一定能造出 很好的 满足这个客户需求的 一种新的产品 计算的产品 除了在深水里面 能够瓦 能够施工以外 同时我们在深水里面浮航 第一个我增加了这样的一个浮球 未这么长 增加一个支撑的作用 第二个我增加了撑杆 比上面能够支撑什么状 这样就固定起来了 在深水区里能够了 我这是要带个螺旋架 然后退水 水退着船 可以吸水 这是太凶了 大家抓得下去的时候 一下子就把水底下 那个淤泥 全部抓出来 太震撼了 这是我们最大的 这个发明的亮点 脚系一体式复合泵 这套系统来是脚 把这脚过来以后的 烂泥啊什么的 也脚过来以后 从这泵就卸出去了 直接就打出去了 成功了 太棒了 咱们成功了 我觉得很满意 我就说 你很棒 瓦格 我们以后够负你的希望 可以啊 成功了 够负你 够负你 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推荐的这个发明人呢 他叫张金奎 今年67岁了 老人家呢 白手起家 创造了家业啊 不忘家乡人 每一年呢 还给村里的老人呢 去发一点钱 唱几场大戏 被称为大善人 他呢 看到当地农村呢 有一种千年的传统 他就是什么 把新鲜的红枣做成酒 叫红枣酒 这种酒呢 特别好喝 有一种红枣的独有的酒香 一般人是喝不上的啊 因为呢 这个制作工艺 它相对比较复杂 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那么这个张老先生呢 他就想 他说 我可不可以搞一种红枣酒出来 那么他经历了上千次的实验 最后搞出了 这套工艺 最厉害的是什么 他用现在的这个科学技术 破解了这种 这个枣酒啊 他的甲醛 不可以提取的难题 他就把甲醛 这个含量降到了什么 每升0.38克 取得了这个国家的发明专利 国家的标准是什么 就是你只要把甲醛降到每升2克 这就是好酒 甲醛第一代表什么呢 就是代表你喝多了 不会疼 头不会疼啊 老人家都说了嘛 说不计大伙都没有喝过这种红枣酒 为了支持我们国家的这个发明事业 凡是真正的发明人 只要你到发明你网站上 去填写一个发明经历的报名表 一律把这瓶酒就送给你喝 价值158块钱 凡是发明迷的观众呢 你呢 就点击这个发明迷网站去看一看 金融头条的呢 你直接点击了解更多就可以了 凡是买一瓶 也可以送一瓶